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本期的主讲张教练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双几棍的花式动作 是凌云棍道里面的行云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联系屏幕下方的推广群总座和分洞 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公众者微信群台 那里会有更多的知识给你分享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中 观看我们公众者更加全面的视频 那么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好 在开始之前 先让我们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完整示范 下面呢 让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套动作的具体做法 这套动作里面呢 包括了我们之前讲过的各个单招 就是把它们连起来 组合成的一套动作 首先呢 让大家看一下 起势的时候 要把棍子加在叶下 摆个定式 之后呢 好 我先打一下 完了再给大家讲 再看一下 好 这个动作大家看一下 就是定式的时候 打一个体侧的流行感月 之后加一个低位的狂龙乱舞 大家看一下 体侧的流行感月 之后打到叶下 展开之后 打一个低位的狂龙乱舞 好 拉上来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动作 拉起来 低位狂龙乱舞 好 接着打一个高位的狂龙乱舞 也就是平的 不是低的 好 大家看一下 低位的狂龙乱舞 起来 打高位的狂龙乱舞 这个时候 是一个难点 高位狂龙乱舞 打到右侧的时候 要接一个 低色的 逆向狂乱舞 在它两个衔接之间 是一个难点 大家看一下 是一个左右扶元的 用左右扶元 把它接在一起 大家先试一下 试一下左右扶元的速度 1 2 3 1 2 3 好 大家看一下 高位的狂龙乱舞 走到这的时候 打一个左右扶元 接逆向的狂乱舞 好 大家看一下 上面 高位狂乱舞 狂乱风远 接一个 立向的 体色的 狂乱乱舞 再看一下 这个衔接点 就在这儿的衔接点 是一个狂乱风远的动作 好 之后衔接起来 走 就是一个 送头捋一遍 咱们先打的是 一个低位的狂乱乱舞 之后走高位狂乱舞 狂乱舞走完之后 要在这个位置 接一个 左右风远 好 再接一个 逆向的狂乱乱舞 大家看一下 慢点打一遍 高位狂乱舞 走到这儿的时候 左右风远 好 接一个逆向的狂乱乱舞 好 那么到这儿呢 咱们再接着往下讲 逆向的狂乱乱舞 打一个半 打一圈 再打半圈 到后面 大家看一下 一圈回来 然后半圈 到这儿 停这儿 停这儿之后呢 好 这样给大家讲吧 好 到这儿的时候 直接把棍子抽过来 抽过来 不要用棍子打住你的身体 千万不要打到身体 就是抽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之后 把棍子拉到后侧 大家看一下 抽过来 把棍子拉到后侧 打的是一个 回头望月的动作 大家看一下 好 打到后侧 之后 抽过来 拉回来 打一个 回头望月的动作 之后 把棍子拉起来 下面呢 打的是一个体前的 狂风浪舞 也是逆向的 打的是一个体前 逆向狂风浪舞 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 好 我先从 从头 到这儿 整体的给大家连一遍 慢点打 好 低位狂风浪舞 起来 高位狂风浪舞 走 好 递过来 一个回头望月的动作 起来 到这儿 再看一下 下面呢 是一个体前的 逆向狂风浪舞 看一下 好 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呢 之后把棍子拉到头上 是一个 缠组滚脑的动作 看一下 打到这儿的时候 拉到头上 是一个 缠组滚脑的动作 踢过去 好 下面呢 两个动作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一个金蛇舞 一个银蛇舞 大家看一下 很连一样 打到这儿的时候 把金蛇舞 把棍子打起来 打金蛇舞之后 银蛇舞 好 再看一下 零蛇舞怎么缠腕的 白手 好 先棍子到这儿 下面进一个 金蛇舞的动作 好 银蛇舞之后 把棍子打到左胳膊的上面 好 进行一个长了 六肩 好 下面是一个 转身的动作 大家看一下 六肩 转身 这个转身的动作呢 先棍子先收起来 两脚 一肩动出来之后呢 往中间闭 好 这个时候转 一定要一起跳一下 但是脚尖不要离地 好 两脚往中间闭 之后转身 然后再跳开 再看一下 转身 跳开 往中间跳 再往两边跳 好 转身就是这样 之后呢 转身就简单了 大家看一下啊 零蛇舞 走出去 转身 然后 转开之后 打一个方螺烂舞 好 打一个方螺烂舞之后 后面的方螺烂舞之后 收棍 这是一个蟬漏锅脑的动作 大家看一下 方螺烂舞 打到后撤 一个蟬漏锅脑 好 收棍 这就可以了 像链鱼棍道里边的收棍 是这样的 咱们收到这就可以了 这套动作呢 非常简单 希望大家回去多下练习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 客户群 总座和分座 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功夫者微信平台 那里会有更多的知识 给您分享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 官方网站中 观看我们的工作者 更加全面的视频 那么好了 我们下期 再见